好 接下來的時間 歡迎劉瑋婷律師 持續的加入我們 其實我們知道彭政生他被押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關鍵證人 已經出現了就是少秀沛 剛才他到了北檢 當然他的律師準備 明天要提槓告 所以劉瑋師你覺得 他這個抗告成功的積率有多少 邏輯上他抗告成功 確率應該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法院認為要積壓這個 彭政生上面的理由就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在逃共犯 少秀沛 這個人現在來了 出現了 對 沒想到這個人說 你根本沒傳我啊 你要我到案我就到案啊 你看今天就到案了 我也沒逃啊 我是依法請假啊 是啊 所以在這樣子的 積壓的裁定上面 寫明著因為這個人在逃 所以有共犯在逃 那法院是用這樣積壓的 所以當這個人已經到案了 對於律師來講 法官你所說的 有共犯在逃的事情 已經不存在了 那既然不存在了 那你就要嘛讓我交保 要嘛讓我無保請回 就應該是變這種結果 所以後面 律師會做兩件事 第一個提出抗告 第二個就是 即便你前面積壓合法 我也申請停止積壓 或者申請撤銷 就是告訴法院說 原本欺壓原因已經不在 所以應該讓我出來 可是我必須老實講 這個案件 如果不是原來法官這樣裁 就是只裁有一個人在逃 而且還寫明是誰 很多時候到高等法院 就算高等法院認為 對 沒錯 原本地方法院所講的 這個原因已經不在了 發回地方法院重新裁的時候 可能北姐又補充理由了 現在不只一個人在逃 可能還有誰誰誰在逃 所以法官啊 雖然少秀佩到了 但是因為還有其他人在逃 所以請繼續押 所以其實也不見得 百分之百他可以被放出來 還是有轉圜的空間的 對 檢方在這個時候 特別在這個時間點 馬上要趕快再找到 還有誰可能在逃 跟這個案情是有關的 來告訴未來 如果這個案件 發回地院重審的時候 新的那個法官 告訴那個法官 其實還有誰在逃 所以法官啊 你不要放他 繼續裁定 繼續讓他擠壓 所以聽起來其實法官的新證 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想請教劉醫師 在這整個提審的時候 是不是法官已經有新證 新證已定了 像這樣子一個狀況 平常嗎 正常嗎 常發生嗎 好 我們不要講提審 我們講積壓好了 就是一般 其實我以前在法院工作 如果是一般的案件 這個卷證其實到法官手上 還沒有通知雙方開庭 法官看完卷證 心中早有定件 他已經有定件 定件 甚至都已經叫我們 你先把積壓的壓票開好 我們下去開庭只是跑龍靠 一個刑事而已 一個刑事 你講 你講 該講的都講完了 那通常問律師 問這個被告問什麼 你在檢察官那邊講的 有沒有被刑求逼供啊 檢察官曾經問你的筆錄 這樣這樣這樣對不對啊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是不是 你在檢察官講的都實在啊 那被告當然講 對啊 我在檢察官沒有刑求 好 講完了 其實你也不用抗辯什麼 法官覺得該壓就壓 就算你講再多的理由 法官不想壓也不想壓 該壓就壓了 因為他早就有興建 那在這個案件是這樣 因為他比較特別 遇到了一個提審 所以讓法官在開機押亭之前 因為提審的關係 就先看到整個檢方的卷證 那他既然看完檢方的卷證 他其實心中就有定件了 這個案件實際上證據到哪裡 未來如果這個案件 進到我的手上審判 我到底會判有罪還是無罪 所以我才會講 或許就是因為證據是缺乏的 是不足的 包括說在貪毒的這一塊 包括在這個金流的這一塊 所以才有可能 檢方你趕快再去補 我讓你拖一點時間 劉醫師 您今天還講到了 除了他可能證據不足之外 還有外面等待的小草 您剛才講到說 為什麼我積壓停的結果 要凌晨三點鐘宣布 甚至你有講到說 小草還守候在外面 那麼你說如果這一次 柯文哲他假設說又被抓回去 假設又發生什麼事情 小草還是照樣會在外面 他們還是會回去 這不會影響到後面的結果嗎 其實我覺得真的會 因為如果各位真的有到現場去 我那兩天都在現場 小草是深思粒解的吶喊 甚至我還聽到 包括其實大中午時間 太陽非常的大 小草們的領袖還說 各位你們要注意 希望你們撐著堅持著 北檢前面的太陽 會到下午三四點才離開 中間這段時間大家就是會曝曬 拜託大家堅持在那邊 所以這有可能會影響到 法官的行政嗎 我相信某程度會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案件 說實在法官也是 每天白天上班進去 下班的時候出來 一樣都會看到小草 法官的辦公室 也會聽到外面小草的吶喊 甚至柯文哲雖然關在 下面的這個候審室裡面 外面小草的吶喊 雖然沒有很大聲 也多少會聽到 所以雖然小草名義上面 對法院是沒有受影響 但實際上 我覺得某個程度造成壓力 否則我真的無法想像 法官不需要三點 來決定記不記壓 但是還有一個狀況 柯文哲很可能會被壓起來 那就是有人轉為污點證人 您剛才提到 沈慶晶她轉為污點證人 的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了 這次你怎麼看 一旦沈慶晶或是一韶威 或是任何一個人 轉為污點證人 接下來柯P要面對什麼 好 我們除非今天 沈慶晶行賄的對象不是柯P 另當別論 那如果是 我們大部分真的遇到就是 他只要是一個建商 是一個土地開發商 是個富商 要他過監獄的生活 他是過不了的 但是只要告訴他 你一旦認罪 供出行賄的人跟行賄的計畫 我直接讓你轉污點證人 明天你就可以收拾你的行李 回到你舒適的家當中 沒有一個被告 堅持要撐在那裡 尤其他們是身價上百億 上億的大老闆 而且他關在裡面 他原本的事業群怎麼辦 他也會擔心 那他怎麼樣去維繫 他原本自己的事業 跟原本的生活 而且沒有任何副作用 你只要認罪告訴你行賄誰 你就可以出來了 你沒有任何成本 做不做當然做 你也不會說我出來 還是要進去刮 但是當他被抓的時候 他不是發出了聲明嗎 有人說 沈慶晶就是在隔空串供 是這樣嗎 是的 的確是有隔空串供的問題 就是一開始發聲明說 我沒有要抓誰出來 我真的沒有行賄任何人 都會想出來 所以幾乎都是認罪的狀況 好 所以即便說 他已經有這個隔空串證 這樣子的一個事實 或是一個嫌疑在 他還是可以轉污點證人 鐵定轉污點證人 前面一定是講都不是我幹的 後面一定講我到底怎麼行賄的 所以呢 所以這個案件 其實看起來仍然是峰迴路轉 我們今天感謝柳瑋廷律師 加入我們的討論